我們適時會公佈 我遙重言、張秀賢 在我們的黨友、Roytham的安排之下 我在談談一些方案 其實就是你知道 外國政黨也是這樣 在初選期間有一結果之後 勝出者是會吸納其他 初選對手的政綱 成為政綱的一部分 亦都是回應 他的初選對手裏 他的支持者的訴求 我們是在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很科目、很正規的選舉工程 我和遙重言 就會嘗試去吸納一些 張秀賢在他初選的過程中 我們去支援那些在囚議事 或者是身陷無力的抗爭者 他們將來出路 是否做地區工作 我們支援 獲得到立法會議席之後 怎樣可以借用我們地區辦事處 然後可以去展開地區工作 即時我們會公佈 我和遙重言 這個我們也是在進行當中 那個就是爭取得到 張秀賢聲稱代表的 本土派的支持者 或是年輕人 姚重言就是在他的初選裡 沒有面對這麼大的要求 但我想他也要面向 柔偉禎的支持者 所以這裡我們也在進行政治工作 方案已經有了 我們寫了出來之後 就是透過可能會被一個公開的記招 我們原來的一個公開的記招 是處理好的 大公民都會來插摩 我們可能會透過一些call 一些小一點的 可能五六個 五六個這樣call 記者會講我們的方案實質 還有我們會透過張秀賢 看看能否約得到那些散文 對我們來說 我們有這樣的方案 你們覺得 是否可以回應得到 你們過去的訴求 對我來說 我可以大條道理 日後真的在論壇上 看到那個是 陳國強又好 劉浩康又好 我的方案就是這樣 你說我們不夠本土 又或者我們支持抗爭者 來到不夠 那就不要緊 由市民去評論 還有民主派一些特別的 很有性格的 Fivebit Carnia 會提供一些活動 給他們去參與 昨天我就跟張秀賢 搞了一個Facebook Line 就是講大部的交通濟失問題 因為是花膠 所以做了一個半個小時的Facebook Line 這樣是不錯的 我們差不多 鐵路又講 小巴又講 巴士又講 Uber又講 單車還沒講 然後沙中線又講 高鐵又講 連馬時刻也要燒起來 我們會覺得 我們可以回應得到 張秀賢也是出了 那個Facebook Line 之後市民都賺 會覺得他有大壯之鋒 在初選結果出來之後 都幫忙去做選 然後再做選擇 我們會有新的 那個Facebook Line 在初選擇 沒有新的 在初選擇 上去面 的確可以 以為 我們會做好 我們會做好